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來到潛水大師 講一下 錶的時間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下 鏡頭前面的品牌 Lanvino 品牌 這是什麼品牌呢 未開始介紹這個錶之前 提提大家 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選擇全部 如果之後有新片再介紹的時候 可以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事不宜遲 準備去片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下鏡頭前面的 Lanvino 品牌的手錶 這是什麼品牌呢 其實是一個香港品牌來的 可能 有些朋友就未必會這麼熟悉 但是不要緊 今天可以介紹一下 當然不是針對這個牌子 而是針對這個錶的 這是一個比較新的香港品牌 還有 之前主要是介紹一些比較運動款 潛水款 或者一些比較銅錶 居多 而今天就是介紹一隻比較斯文 好 未看的真身之前 我們首先看看這個錶盒 這個品牌的錶盒 都幾花心思的 做工方面 這個錶盒都幾靚仔的 感覺好像幾豪華 好像幾高貴 而裡面我們看看實物 沒錯 今天就是想和大家介紹一下 鏡頭前面的 這隻 陀飛輪的手錶 如果 未有擁有過 或者玩過 接觸過 陀飛輪手錶的朋友 我相信這隻 其實都是幾吸引的 因為其實性價比都幾高 始終都是一隻 陀飛輪 以前來說 陀飛輪的手錶 感覺上好像很高貴 很多 慢玩聲 甚至十幾萬或以上 好像很離地 但現在不是 這隻 我發覺這隻 是非常貼地 而且性價比高 但 又不會覺得 它的價錢很合理 我覺得很適合 而它的感覺 好像也很高貴 首先 我們先介紹一下 這個Lamino 所有陀飛輪 都寫著 True Beyond 寫得很清楚 Lamino 品牌 下面寫True Beyond 就是陀飛輪的意思 看來是很簡約 很清晰的 標盤做得 而這隻 大家一開始 應該先欣賞 標盤 相信 都會被中間的 駝 吸引 所以 一開始 先說一下駝 陀飛輪 主要是比較親民的 陀飛輪 主要是分為中央陀飛輪 和飛行陀飛輪 如果有看過之前的影片 有介紹過一隻 那隻 那隻 Giorgio Fredor 那隻 紅色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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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是中央陀飛輪 而這條影片 跟之前介紹過的 Giorgio Fredor 那隻 陀飛輪 有些不同 這個是叫做 飛行陀飛輪 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 看一看 中間 這個陀 那他轉起來 那他轉起來 那 大家知道 陀飛輪 是那個發條 你叫做 動下動下 那他也會在那裡轉 而他 自己轉 轉一圈 那 360步轉一圈 其實就是 一分鐘 那 而這個叫做 飛行陀飛輪 他轉起來 他這樣轉 還會是 一個 自轉加上 一個公轉 這樣 這樣 飛行陀飛輪 而之前 有看過之前的影片 或者沒有看過 可以回看 之前那段影片 也可以的 Giorgio Fredor 那隻陀飛輪 他就是另外一個 不同機身 那個 陀 他是自轉 自轉 而這個自轉 再加上 有少少 好像公轉 那樣 就像飛行的形式 那就是 主要是 陀飛輪 比較親民一點點的 陀飛輪 價錢比較貼地一點 就是主要是 這兩類 其次 有一些很貴的 慢慢聲的 那些 3D 立體陀飛輪 那些 就是另外一樣東西 今天主要是說 飛行陀飛輪 而這個機身 是 TY-800 是一個 海歐陀飛輪機身 那 還要是偏心的 那 什麼是偏心呢 那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 時針和分針 它是在整個標盤的 不是在中間 是在上少少的 這個叫 偏心的 陀飛輪 那 其實 有些品牌 比如說 很出名 那個萬希全 都是用這隻機身的 其實很容易認 它是偏心的 偏心的 而我之前介紹的 那隻以大利品牌 Giorgio Freighton 它是在中間的 在中間的 位置 現在是偏心的 其實是很容易認 因為大部分的標 就算不是 陀飛輪 也好 它的時針 分針 都會在中間 這個是偏了一點 如果大家有留意 比如說 很出名 萬希全的品牌 陀飛輪 都是用這一類型的機身 都是偏了上去的 是的 這個標盤 其實很簡單 很清晰的 做出來 是很簡約的設計 因為這樣 會更加可以突顯到 這個陀飛輪 中間的 它那個 動動 那種感覺 而它的標盤 也不會做到很花巧 這個標盤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銀色標盤 在中間 12點的位置 有一個立體的 Lanvino 品牌的字 在這裏 而它的品牌 這個 名字 下面 就黑了 一個很幼細的 這個字 做得很幼細的 Tru Beyond 就是那個 陀飛輪的名字 基本上 所有陀飛輪的手錶 在上面 都會很清晰的 寫著 Tru Beyond 可以看到 知道的 朋友 看到 Tru Beyond 陀飛輪 就是知道 它這個 基心 陀飛輪基心 而 這個 這個 標盤 這個銀色 它做了一個 凹凸的 沙面 這樣 看上去 是好像 凹凸凸凸 有一種 好像 很粗糙的感覺 有一種 凹凸的感覺 很清晰 一塊 沒有什麼 花巧 多餘的 設計 多餘的字 它是一個 銀色 凹凸的感覺 而配襯了 突出了中間 那個陀飛輪 那個圈出來 那 除此之外 它 標針 時針 和分針 亦都很簡單 用了一個藍色的時分針 它亦都 偷空了 是通洞的 那就可以更加突顯到 這個 不會遮蓋著陀飛輪 不會說 那支針 在太粗 去到這個位置 遮蓋著陀飛輪 那邊的動物 因為你們玩得這些錶 其實你們最喜歡 就是 當內鑽進去中間 就是在轉動的時候 最喜歡 這一個中間 這邊的螢幕在動下 操作 飛行的模式 那支針 特意要設計 它粗的 就是偷空著它 這樣不會遮蓋 那種欣賞陀斐輪動的感覺 除此之外,那個標盤的外圍 黑度方面也是一個銀色的框框 黑得很清楚,黑度在這裏,方便看時間 整個標盤就是這麼簡單,這麼簡約的設計 所以可以很清晰地突出了中間陀斐輪的動感 那種美態 而整個標來講,它的尺寸方面 其實它是43mm直徑 這個尺寸也不錯 我拼一拼上手給大家看看 是一隻很斯文的標 因為如果你做得太大的話 譬如說它會做到46、48 甚至會更大,就不太斯文 43就是不錯 大體上是挺斯文 也不會做到三十多那麼小 如果是38、39 可能會小一點 40都勉強,而43就感覺不錯 而厚度方面也不會做得太厚 不會像潛水錶一樣 因為始終是斯文錶 16mm的直徑 整隻標很簡約,沒有花巧 而且它不是一隻潛水錶 而防水方面 一般是洗手防水 只有30mm防水 所以不算是帶來游泳 因為始終是皮帶 是斯文的標 正面都欣賞了這麼久 看看背面 背面 背面可以看到很多機械的部分 沒錯,這隻是純相鏈的陀佛蘭機身 其實大部份都是純相鏈的 有小部份 也不是小部份 一半是很難說的 有時有些陀佛蘭機身 會有個桌子自動的 我自己本人 就偏向喜歡 手動多些 聽聞是會準確些 不過這個就是 個人喜好 我自己喜歡沒有個桌子 純相鏈就可以看到 背面都可以看到 陀佛蘭機動 也可以看到 齒輪 那種美感 你喜歡欣賞它的機身 的話 透底 就純手動 看上去 感覺不錯 底部也是 船入式 扭蓋 也寫得很清楚 30米防水 2Beyond 就是這個 陀佛蘭 玻璃錶面 亦都是 藍寶石水晶玻璃面 所以整隻 都會防刮花 那方面 都做得 技術很好 剛才都說過 這隻是一隻手動的機身 也略略在這裏講解 因為不是潛水錶 這個純粹都是推拉霸的 不用鎖霸的 不用鎖霸的 那就 教時間 這樣 剛才講 純上鏈 全部按下去 是上鏈的 這樣講一講 上鏈的 不論是 陀佛蘭也好 一般上鏈的 機械錶也好 都是 有一個習慣 就是說 上鏈 慢慢上 上到尾 感覺到 有一點點力 就不要再上了 因為 大多次 上得太盡 明明實 再扭 有機會上爆鏈 就是一個 不是那麼好 另外有一種 小小的 分享 就是說 手動機身來講 我個人 建議 上滿了鏈 就戴 盡量戴盡 然後再上鏈 然後再上鏈 這個是比較好小小的 習慣 如果 比如說 不是 我戴半天 或者第一天 第二天 又再上下 然後 持續地戴 有空又上下 其實 對機身就不是那麼好 因為 沒有什麼機會 讓他放盡 不過 這件事 通常遇到一些朋友 說 我的錶長大 每天都帶著他 那些朋友 有機會 會 整天都上鏈 沒有什麼機會 讓他放盡 對機身的準成度 可能會有少少影響 這個是少少分享 我自己習慣就是這樣的 上滿去就戴 不要中途再上 戴到沒有的 再上過 不過 通常這個玩法 適合有幾隻錶 甚至有更多錶的朋友 通常帶著他 都是第一天 放下 下個星期再見 不會帶著 再說一說 機身方面 上滿鏈 這個 TY800 海歐機身 是可以走到40個小時 40個小時 不算很長 大概 未夠兩天 19石 機身 走40個小時 都OK 始終 都是那句 性價比很高的 這隻錶 這隻錶 一點都不貴 我自己覺得 駝飛輪 很多朋友都覺得 哇 駝飛輪 怎麼便宜 都慢慢的 這隻真的便宜 我自己覺得 那 性價比很高 而 而 錶身呢 大致上 都 沒有什麼特別 因為 都很簡約 那 介紹都是差不多 錶身 霸的連logo都沒有 整隻錶都很簡約 只要不想突出這麼多東西 純粹只是突出這個陀飛輪 已經 已經 那個視覺上的享受 已經是足夠了 我相信 那 除此之外 錶帶方面 那 原裝跟這個帶呢 哇 真是很漂亮啊 意大利小牛皮 不差 我自己覺得 那些皮質是很柔軟 那 錶二 20mm 20mm 錶扣18 那 原裝這條皮都非常之 不錯 那 後面也有自己本身的品牌 那個 字樣 那 很有趣 扣這裡也有寫字樣 那 不知道為什麼 特別在這裡後面的扣 就寫了 Stainless Steel 316L 其實都很少見到 有些扣寫明 在這裏 316不受光 不過 不要緊 那 那 整隻錶 和錶扣 都是316不受光 所以就是用料的問題 那 整體來說 這隻錶 大致上是這樣的 再戴上手 給大家看一下 試一下 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 今天這隻錶 就不用試 這個夜光 為什麼 因為這隻錶 其實沒有夜光 所以不用試 又省了 OK 那 斯文錶 沒有夜光 都不出奇 這是斯文錶 OK 今天 介紹這隻 Levano Tubern 陀菲倫 這個叫做 飛行陀菲倫 的手錶 大致上 這麼多 不知道大家 對這隻錶的感覺如何呢 如果 未擁有陀菲倫 的朋友 而又想玩一下陀菲倫 這隻是一個入門版 我覺得 就很值得大家去考慮 好 或者再補充一下 其實這隻 Levano 的陀菲倫 除了我現在手上這隻 銀色之外 其實還有四種顏色 總共有五種顏色 分別就是 我現在手上這隻銀面 銀殼銀面 另外 還有黑面 配銀圈 都是銀殼的 另外 有一隻也是銀殼的 就是 深灰面 配上黑圈 銀殼 沒錯 剛才講的三種顏色 是銀殼的 除此之外 還有另一個 是玫瑰金殼 玫瑰金殼 配什麼面 也挺特別的 玫瑰金殼 分別配有 深啡面 深啡面 那個圈 都是玫瑰金 另外還有一隻 就是銀面 銀面 跟這隻面一樣 都是銀面 也是配上玫瑰金殼 有一個玫瑰金圈 看上去 也挺高貴的 現在就沒有實物在手 或者在片尾 我會把有關的相片 放出來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今天介紹的大致上 就是這樣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 記得 除了like 和share 未訂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按鈴鐺 如果有什麼新片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大家再進一步討論 好 今天的分享大致上 那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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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